大家好,我是小青。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医院怪谈之师范的故事。 这部作品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充满神秘和恐怖的世界。 故事以中年农民来就诊为开端,主角张成医生的恶行逐渐浮出水面。 他无视患者的痛苦,将他们当作利润来源,制造虚假疾病以获取金钱。 医院内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,每个角落都弥漫着邪恶的气息。 整个故事紧凑而扣人心弦,通过对张成的揭示,揭露了权力滥用、欺骗和背叛等黑暗面。 故事中的恐怖与疯狂令人毛骨悚然,而最后的结局更是充满神秘和悬念,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。 这个故事通过对医院背后黑暗面底揭示,警示人们要警惕权力的滥用和追求利益的欲望。 它也展现了人性中的阴暗面,引发人们对道德与伦理的思考。 如果你被这个故事所吸引,请给它点赞并分享你的评价和留言。 我期待听到你对故事情节、人物塑造以及氛围营造的看法。 这个故事是否触动了你内心的深处? 还想继续听下去吗?请点赞和评论。 现在,让我细细道来。 咦,张医生啊,我身体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? 一位中年农民模样的人满脸愁容地问道。 张成提了提眼镜,不错,问题挺大的,根本就检查不出来。 你说怪不怪? 张医生啊,难道说我身体挺健康的呀? 那位中年人疲惫地说道,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? 这里疼不疼?还有这里呢? 张成用手指着中年人的身体问道。 这些地方还好,没有不舒服,就是感觉自己喘气好厉害,而且好累,还有点头昏。 中年人说着,仿佛得了癌症一样。 哎呀,不然怎么说你们需要我们医生呢? 就是因为你们不了解自己的病,前几天,我有一个病人也是这样的,问他哪里不舒服,他说都好,我让他去深入检查,他不听,现在已经躺在重症房里了,癌症晚期,没救了。 张成十分遗憾地说道,那,检查要多少钱啊?贵不贵啊? 中年人担忧地问道,和身体比起来,钱算得了什么,你说对不对? 检查也不需要花多少钱,全面检查一次大概五六百吧。 再开点药,大约一千多块,要是想保险点的话,用点好的进口西药,大约需要两千块左右,不过你多大岁数了? 张成算起账来,真是天生的好手啊。 怎么了? 医生,我今年四十五岁。 四十五岁啊,看起来挺老的呀,不过也不算年轻了,要是真担心的话,可以去买个保险,这样自己放心,家里人也有保障,你说对不对? 对,恰好,我这里有几个不错的保险公司,你可以考虑一下,不贵,大约二十来万。 然后你就可以轻松地躺在医院病床上收钱了,听起来是不是很开心啊? 心动不如行动,赶紧去交钱吧。 张医生催促道, 好,好,中年男人就这样被打发了。 张医生啊,你的业务可真敬练啊,干得好,我看好你啊。 中年男人走后,院长走了进来,夸赞道,那是当然的,别说病人了,就算是鬼,我也能忽悠着卖钱。 张医生啊,你在干什么呀? 新来的护士小云看着张诚的动作,好奇地问道, 别废话了,快给我止血针。 张医生急忙喊道, 护士小云颤巍巍地递过止血针,张医生,这样做是犯法的。 你懂个屁,这个老头早晚要死,现在还不如趁他的癌细胞没有扩散,其他器官都还健康,拿来帮助更多的病人。 你是新来的吧,好好学学吧,想生殖加薪就得多血点,懂了吗? 张医生一副师长教导学生的模样说道, 张诚拿着福尔玛林瓶子,里面盛放着器官,满意地离开了。 留下护士小云还在因为惊吓而不停哭泣。 医生啊,我的病怎么样了? 还有我的女儿,叫小云,她也在这里工作,怎么没看见她? 一位老人坐在张诚面前。 哦,你说小云啊,她今天休息,大爷,你感觉怎么样啊? 张诚一如既往地问道,身体有点不舒服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大爷表情难受地说道,这明显是肠胃出现毛病的症状,小问题而已,花个十几块钱,开点要回去吃几次就好了。 张诚,我看好你啊,继续努力啊。 院长的话浮现在脑海中。 嗯,张诚晚上加班时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,看了眼时间,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。 正准备出去上个厕所,忽然走廊里的灯光全都灭了。 张医生,张医生,只听前方传来呼喊声。 张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只见前方有两个人推着一个病床缓缓走来, 他清楚地发现是小云和他的父亲拿着冰冷的手术刀。 张医生,怎么了?你为什么这么紧张? 小云问道,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。 张诚吞了口口水,努力镇定自己的情绪。 小云,你父亲的情况非常严重,我们不得不进行紧急手术,否则他的生命将面临危险。 小云紧紧地咬着嘴唇,他不相信着地解释。 但是,他只是有些肠胃的小毛病,他一直很健康,你在说谎。 这个医院简直就是地狱。张诚的脸色阴冷下来,你懂个屁。 这个老家伙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,他患有晚期癌症,其他器官还健康,我们可以用来拯救更多的病人。 你父亲只是个牺牲品而已,我们还能多赚点钱。 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邪恶和冷漠。 小云无法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,他的眼泪无声地流淌下来。 突然,他转身离开,决定不再留在这个地狱般的医院。 由于出色的业绩表现,张诚被推选为新一届院长。 希望张院长能够带领我们取得更多的辉煌。 老院长在院长继任大会上激动地发表致辞。 阿诚啊,什么时候我们能住上大别墅啊? 妻子阿梅问道, 哎呀,我什么时候能买辆劳斯莱斯出去兜风啊? 张诚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些欲望的话语。 张医生,听说是你给我爸爸做的手术,是吗? 小云回来了,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愤怒和痛苦。 是的,小云,你爸爸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, 因为长期吸烟,他的许多器官已经受到损害, 而且他得了癌症已经是晚期了,所以我们尽力了。 张诚随手递给小云伪造的病理报告。 你在撒谎? 我爸爸从来不吸烟,他一直身体健康,只是有点肠胃小问题,你不是人? 这个医院简直就是地狱。 说着,小云边哭边破窗而逃。 张诚升任院长后,医院变得更加阴暗恐怖。 患者们频繁出现并发症,死亡率急剧上升。 可怕的传言在医院中蔓延开来,许多人陷入了恐怖的噩梦中。 故事中充满了恐怖和邪恶,一生滥用权力,谎言和背叛的情节令人毛骨悚然。 张诚的真实面目渐渐被揭示,而医院也变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狱。 这个故事引人深思,提醒我们要警惕那些以权力和利益为驱动的邪恶行为,同时也揭示了人性中的黑暗面。 最后,当午夜的钟声响起时,医院的大门缓缓打开,一股阴冷的气息弥漫开来。 张诚凝视着黑暗中的医院大厅,眼中闪烁着一丝疯狂的光芒。 他似乎看到了一双红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,那是恶魔的眼神。 故事如此神秘而残酷,引发了人们对医院背后隐藏的秘密的猜测和恐惧。 每个读者都被带入了这个黑暗而扭曲的世界中,体验着张诚的罪恶和恶行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,请点赞并留下你的评价和留言。 我希望听到你对故事情节、人物塑造和氛围营造的看法。 你觉得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是什么? 有没有触动到你的心灵深处? 期待与你的互动。